中华民国民法第72条 指在保护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任何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 中华民国民法第72条 违背公序良俗之效力 法律行为 有备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 条文解释 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指的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一般道德标准的原则 任何与这些原则相对的法律行为 无论是在契约协议还是其他法律行为中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 因为他们违反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效力 如果一个法律行为被认为违背了公序良俗 那么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它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 举例说明 例子一 非法赌博协议 情境 假设张先生与李先生之间达成了一个赌博协议 约定若张先生在某场赛事中赢得赌局 李先生将支付张先生一笔钱 根据法律 赌博在某些情况下是被禁止的 并且这种协议被认为是违背公共秩序的 分析 由于赌博协议违背了公序良俗 因此他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张先生即使赢得了赌局 也无法合法要求李先生支付赌金 例子二 卖淫契约 情境 王小姐与某人签订了一份契约 约定提供卖淫服务并收取报酬 卖淫行为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 分析 这种契约因违背善良风俗而无效 任何一方都无法基于此契约 要求对方履行或索赔 例子三 不道德的继承协议 情境 假设甲予以达成协议 甲同意在已的某个亲属去世后 利用不正当手段协助以继承该亲属的财产 并从中分取部分利益 分析 这样的协议涉及不道德行为 违反了公序良俗 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 即便该亲属去世 已也无法依此协议合法取得任何财产 总结 中华民国民法第72条 旨在保护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任何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 都是无效的 这一条款确保了社会的法律行为 在道德和伦理上符合普遍接受的标准 避免违背社会公义的行为 获得法律效力